远方的家江河万里形式绿组 来到浙江省开华县 继续在乾塘江流域的行程 在乾塘江的南原地 了解当地人如何净化污水 我第一次听说这自来水的解释 自己来的水就自来水 享受大自然的贵赠 品尝乾塘江源头青丝的美味 不仅能吃到它这个很鲜的肉 而且它还能够尝到这个很鲜美的汤汁 杀猪尽鱼 看孙归女约如何保护生态家园 如果有人在这捕鱼 要把自己家里的猪拿出来 远方的家 百集系列特别节目 江河万里形第269集 一江清水初开放 正在播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过千年风烟不见一抹苍苍 见真盘顾开店日月如花绽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多少次轮回 难舍大地清晨 几万里坎坷 须迹向前力量 我看见长江架架着高山奔放 千万条云荷花在天上 我听见黄河抱着中原几岛 心天又看醉仙族烟花 不要问我为何漂泊一霞 有谁的地方是家的方向 不要问我到过多少地方 沿着河走教室走在故乡 不要问我为何漂泊一霞 遥远的乡丘留在桃生波广 不要问我走过多少地方 每一朵蓝花都是梦想飞扬 远方的家江河万里行设置组 来到浙江省开华县 继续在乾塘江流域的行程 开华县地属浙江省渠州市 位于浙江西部边境 与安徽江西两省交界 这里是乾塘江南远的发源地 爱美丽中国看远方的家 远方的家江河万里行设置组 来到了浙江省的开华县 浙江两个字的偏旁部首 都是三年水旁 所以我觉得浙江应该是一个 水资源特别丰富的地方 而说到浙江的江河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乾塘江 因为每年的乾塘江大潮而闻名 那乾塘江同样也是浙江的一条母亲河 而在我身边的这条溪水 叫做莲花溪 这里就是乾塘江的南原地 据浙江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发布公告确认 如果以南原莲花溪算起 乾塘江全长522.22公里 比正原西安江短约66公里 莲花溪源自山顶的莲花间 为了探寻真正的源头 我们邀请秦江源森林公园的护理员 方文斌与我们同行 这个水真的非常的干净 非常清澈 像这个水是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 一类水可以直接饮用的 一类直接饮用水的标准 它这个单地农民散散 它都不用带水 像我们都不用带水的 就是可渴的 就是直接喝的 我觉得如果向您来寻山的话 拿一个瓶子足以 拿着空瓶子来接水 我也尝尝这一类水 太干净了 这个水真的是能喝出那种甘甜的感觉了 你知道吗 据方文斌介绍 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要求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外地人会来到这里休闲旅游 在呼吸新鲜空气的同时 还可以喝上一口前堂江源头的水 不过随着旅游人数的增多 方文斌从事护林员的工作已经二十多年 来到秦江源森林公园也已经十一年 在十一年的时间里 方文斌成为了前堂江源头坚定的守护者 为了一个空瓶子 记者为了不少时间才捡起来 对于方文斌来说 这样的工作每天都在重复 有时候还会遇到更加复杂的情况 从山脚爬到山顶一般只要四十分钟的时间 因为工作的原因 方文斌每爬一趟需要三个多小时 来到山顶后 方文斌带我们来到一个名为莲花塘的池子边 这里是秦塘江南远最源头的地方 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其实就像是一个山谷一样 周围全部都是山 是吧 中间一个比较小的区域 这么一潭水 这个地方是以前自然就有了吗 还是人工给它修气 自然有了 以前它这里都没有石头 汽着它有些水 它掉了一些泥土 后来稍微搞了一下 那个地方的沙子是白色的 旁边都是这个墨绿色 那边怎么会有这个白色 那边有一点水墨色的 有点泉眼 哦 是泉眼 所以还有鱼 好多鱼在那个地方 在那里 它有流动的水 它喜欢在那里 除了地下的泉水 山中渗透出来的树条溪流也在这里汇聚 据方文斌介绍 莲花塘是它每次寻山避来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的水 我觉得它的清澈度非常好 像刚才我们也尝过了 水质也非常好 在这个地方 大家怎么能够把这儿的水保护得这么好的 这个有多方面原因 一个现在的游客 他都保护意识增强了 好像不乱扔垃圾 再还有我们这些村民上来 他也很自觉的都能够保护这个环境 再问我们工作的人 我们每天上来 要捡点垃圾什么东西 把这个水保护好 以莲花塘为起点 潜塘江源头的水流经522公里后 最终汇如大海 和护林园 风吻变一样 生活在秦塘江源头的人 对源头的水都有着不一样的感情 从莲花塘往下游行走两公里左右 这里有一个叫做李央田的村庄 一模距离源头最近 李央田村被称为 潜江源第一村 李央田村虽然有109户 330多口人 但源头水流过村庄的时候 依然保持着国家一类水的水质 张伟忠是李央田村的村民 他的祖辈一直都生活在这里 据张伟忠介绍 为了保护源头水的水质 村里人对垃圾进行了统一处理 生活污水 也必须通过特殊处理 才能排入河中 这个就是污水处理系统吗 这个就是啊 这个是洗衣服用的水吗 往这里接出去 接到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三个是化分子里 看看这边 这是自然水管 这个水是从哪来的 这个水真正 这个叫自然水 这个就是从山里面 直接卸来的嘛 山里是 可以喝 可以喝 那我喝这个 我给我看 我也要喝 哪里接你用的 这个水 山泉水 这个分分叫自然水吗 这个是自己来的嘛 用管道接一下就可以了 我第一次听说 这自然水的解释 自己来的水叫自然水 在这儿用过了水之后 就用这样的管道 向下排 排到哪儿去了 这个是主要是 洗衣服 洗菜 这些东西 污水 污染的水 怎么直接排到这里呢 这个沟里面是吧 这个打不开了 这个打不开了 已经做好了 那这里面是有什么 这里面是有三个 是化分子 第一个 第一个是把污水 进入第一个 再拿个第二个 也是洗衣服水 第三个是洗菜水 往这个取去的 这样子 是有一个过滤的过程 那您说刚才 如果污染源重的是放在第一个 污染源比较重的 比如说这里 像它这个卫生间 这种卫生间 这是卫生间 卫生间出来的污水 就是第一个 就是说卫生间的水 是给它进第一个格的 然后还得再继续 经过第二个 再经过第三个 再出去 那像那个洗菜的水呢 洗菜的水是经过第三个出去 直接就进第三个 就不经过一二个 是根据这个水的污染的情况 它经过科学 这样子搞的 因为是这样子设计的 村里的污水处理系统 是由浙江省环境保护科学院的专家设计的 连接美货的管道以及化粪池 则是由当地的政府出资85万元修建的 生活污水 在村内的化粪池处理后 还要经过终端处理池 进行进化处理 到水到里面去的 到这个卫生间里面 为什么要到卫生间里面去 我这里路不能排走啊 直排 路直排 我只能排到卫生间里 这个车去的从头都转过来了 知道了 不能把这个水直接就淘到马路上 因为厕所里面有管道 我这里是个卫生间 卫生间 到卫生间去看看 这个水 这个水 我这里从卫生间的水擦了 进去 这个就爬出去的 就爬到那个池里面的 您家这个卫生间是哪年修的呀 哪年修的 寄不出来 以前上厕所是怎么样的 以前就是一个磨虫啊 磨屋啊 下面是什么样的 下面就是一个木桶啊 这么大一个木桶啊 这埋在地上的 村民廖银仙 在秦塘江的源头 生活了六十多年 在他的记忆中 流经村子的吸水 是可以直接饮用的 后来因为居住的人口 以及游客人数的不断增多 大量的垃圾和生活污水 直接排入河中 曾经有十多年的时间 源头的水 因为污染 无法直接饮用 2014年 在政府提出修建污水处理系统 恢复源头水质的时候 所有村民都表示了支持 此外 为了加强村民的环保意识 村里也决定了许多相关的措施 刚才我在其他的家门口也有看到 有这个环保小的家庭 它是一个讲座 它不是每家每户都有的 什么样的人家才能够有这个 比如说小孩比较 它小孩环保对环保这个意思 比较好的 吃八尺壳不会烂的 在垃圾 要把它放在垃圾桶里面 在这个河里 不会倒这些 有污染的东西 倒得往河里倒 这种家庭一般 有这份环保包 小卫士这个家庭 这份奖状的 贴着奖状的这户人家的主人 叫王有年 获得奖状的人 是他13岁的孙女 他从小学来 从读书上都开发 读书 他的卫生条件 什么东西 一般的比较都是好的 那他小的时候 自己怎么知道 就要保护环境 保护卫生 他都是看到大人 大人对这个环保意识比较重 以身作则 据了解 随着环保意识深入人心 改变的不只是生产环境 还有村里人的生活水平 现在开了农家乐 每年收入大概有多少 我们开农家乐 三两万一 一年能挣十多万的 以前那时候 种地的话 一年收入大概有多少钱 那是就不高 不高 有多少 一年就 三个星期 三个星期下 一年只有三五千块人民币 现在一年十万 翻了估计得二十倍了 那四倍 是吧 从种地伐木到经营农家乐 环境的改善 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现改变 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巨大的提高 与村民张伟忠离开村子 往下游行走大约五百米左右 我们见到了整个村子的污水终端处理池 上面村端所有的污水 集中到这个池子里面 利用管道输到这个池里面 是这个是吧 通过这个池 才能够接到这个池 接到这个里面 再经过这个大的三格式 三格式池 咱们往那走 这边就等于是全村的一个污水处理站一样 这边是干什么的 这也有三个 这边三格式 先把这个下面的污水 还有一部分 这个垃圾啊 这上面的污染比较重的东西 能打开吗 这个 我们两个找个朋友了 打不开啊 看看 哇 其实 就不给大家看了 污水在三格式处理池经过沉淀后 固体废物会留在池子内 并会定期清理 而经过沉淀后的污水 会进入人工沙地 粗细布菌的沙粒 以及沙粒上的植物 能够对污水起到净化的作用 你看这个池子旁边 这个白色是什么 这个白色的污水 就是泡这个水 往河里渗 这里面不止一层 有两层这个棉 中间还有一层像 这个胶质的 很硬的一层 一种材料一样 这个实际上 这个外表呢 这个是棉呢 为什么 主要是保护中间那一层 就这个黑色的 主要是防水的作用 对对对 防止这个过滤水 没有过滤干净的水 渗到河里去污源水 据张伟中介绍 生活污水 在这些池子经过净化 达到国家二代水的标准之后 就可以直接排入河中了 对这些净化后的污水 当地的污水管理员 每半个月就要检测一次 并将检测结果 反馈给浙江省环科院 为什么大家在这个地方 要对这个污水处理啊 就要花这么大的心思 去处理这个污水呢 因为要确保 确保这个小 小 我们年度的水 一江清水送到 这个夏游呢 据了解 从2014年开始 开化县当地政府 已经投资3.58亿元 用于修剪农村污水处理系统 到2015年底 污水处理系统 将覆盖全县所有行政村 将源头的一江清水 送往下游 不仅是一句口号 开化人 已经把它当成了 自己的一种责任 享受大自然的贵赠 品尝 浅填江源头清丝的美味 不仅能吃到 它这个很鲜的 能入耳里面 还能够尝到 这个很鲜美的汤汁 杀猪禁语 看村规迷约 如何保护生态家园 如果有人在这捕鱼 要把自己家里的猪拿出来 杀掉掉 远方的家 百集系列特别节目 江河万里行 第269集 一江清水初开化 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 江河万里行 设置速 继续在 前塘江源头 第一寸拍摄 由于当地人保护得当 前塘江源头的水 一直保持 国家一类水质的标准 良好的生态环境 使得前塘江源头 成为 石斑鱼 清水鱼 以及青丝 等对水质要求 极高的物种 最佳的栖息地 与村民张伟忠一起 我们要前往河中 检视青丝 并品尝开化 青丝的美味 到这个河边会有吗 对 有了 再会儿要到河里去 看 乱尔脱鞋 能不能不能 我们欣赏一下 这个没几天 这边的景 我觉得真是不错 这边这个植被 还是很茂盛的 咱们在哪个地方 能看到啊 这个河里 没进来 我看到了 在这河里面 那些黑色的 对对对 是不是 是是是 其实还都比较浅 有些小鱼 源头的河水 清澈见底 站在岸上 就能看见 水中吸附在 岩石上的青丝 换上鞋子 走到水中 伸手便能将 一个个青丝 捡起来 这青丝 它这皮都是黑的 然后呢 它里面这个肉啊 稍微露出来 一点点 我觉得有点 发那个墨绿色 然后这边能看到 也是像那个海螺一样 上面有一个薄薄的片 对对对 是吧 就像螺丝那个皮一样 螺丝一样 你看它这大小 其实特别小 有我手指一个关节 这么大 这种算大的 还是算小的 这个算中等 算中等 大的很大的 最大的能有多大 都大的这么长 能有这么长 大概三厘米左右 这种就算中等的是吧 对对 与一般的螺丝不同 开化青丝的外壳 呈黑色细长 由于源头的河水 泥少干净 开化青丝又称为 清水螺丝 青丝对水质要求很高 生长水域的水质越好 青丝的个头越大 颜色越黑 肠子越绿 吃起来才越有味道 它得是什么季节 它有一段是进步时间的 五月份 它是一段要长长的嘛 五月份 五月份是长长的 五月后期 什么时候就能成型 一般来说过了一年左右成型 那么我们现在捡到的 应该是前一年 这个我们已经 最起码有一年多了 只有一年多了 它这个也长不大 最大也就三年了 不是刚刚那个水 感觉到这个水比较凉了嘛 对啊 它这个温度 其实是太凉了 它长不大的 这个水太轻了嘛 一般的水质 如果没有这么良好的 那个水质 也长不出来这么好的青丝 应该得是水好的地方 才能长出这个青丝 由于水温水质和周围环境 对青丝影响很大 用于实用的青丝 一般是不能人工养殖的 不过据说 目前已有人工改良的青丝品种 在水族领域用来除草 其颜色与野生种群也有所差异 这边也比较集中啊 这个青丝 它一般会在什么样的地方 会比较集中的多一些呢 这个水流比较贪极一点的 水流比较贪极的 它很喜欢 那像这个东西 它在水里的话 对水质会有影响吗 这个是 这个对水质只有好处 只有好处 有什么样的好处 比如说河里一些青苔啊 它这个青丝是青苔的嘛 青苔之类的东西啊 把它清理到 在生活上 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 这个 这种什么垃圾啊 也像这个青道服务一样 它都把河道清理得非常干净 河水品质特别好 一般情况下 青丝喜欢吸附在河里的石头和山岩上 阳光大的时候 它们就躲在石头下面和山岩缝隙里 一到傍晚就会爬到石头上来 除了青汤江源头 开化仙境内其他很多河流也都有青丝的生长 青丝的价格从十几元到几十元 因为季节不同而有所差别 由于青丝繁殖非常快 适当的捕捞是不会对青丝的重金数量 以及水质产生影响的 虽然裤子已经湿了 但是收获还是有的 咱们这大概有多少青丝 大概有四斤多 四斤多 大哥这是我颠颠您的分量 哎呦 确实比我这多 这青丝已经很多了 回去得怎么处理一下 我们把这个屁股剪掉 然后放到锅里去炒 嗯 爆炒一下 好 尝尝自己的劳动程度 走 村民张伟仲的家在村子里最靠近源头的地方 这是一栋四层的楼房 和村里其他人一样 张伟仲也在家里做起了农家乐 回到家中 将青丝进行检尾处理后 为我们炒青丝的是张伟仲的母亲 这是茶油 得放多少茶油 一味少放一点 少放一点 其实就是刚刚能够把那个锅底 抹过来就行 这是放什么 这个放点热水 生姜 生姜 姜丝 再放点盐 盐 油烧热后 清洗过的青丝就可以入锅了 听到这声音了吗 听到这声音我就觉得已经食欲大开啊 这个要炒多长时间 炒的品材吸不出来的 时间久了就吸不出来了 可能那个肉就已经缩到里面去了 黄酒 黄酒 其实我觉得炒青丝像是炒那个海瓜籽啊 或者是那种大蒜 辣椒 辣椒 必不可少的 爆锅之后那个香气就已经出来了 用锅铲 将青丝不断的来回翻炒 使整锅青丝受热均匀 在翻炒的同时 往锅里均匀地倒些料酒和糖 之后 还要加入紫苏叶作为佐料 这个其实就是紫苏晒干的这个叶子 其实这个味道还比较 它味道并不能比较淡的一种香味 加紫苏 为什么要加紫苏呢 加紫苏味就不腥了 不腥了 去腥味的 对 用紫苏调味 是开化人炒青丝的一种特色 紫苏不仅能够除腥 还能中和青丝的寒性 使得油脂 浓量醇厚 口感欲香 当青丝肉炒到变色的时候 盖上锅盖 用大火焖烧 等到锅汤烧废了 才能打开 看见青红辣椒 青红辣椒 除了辣椒 还可以加入少许的味精 撒上葱花 这样炒出来的青丝 口感清爽入味 鲜美无比 我刚刚又被这个辣椒给呛上了 可以了吧 可以了 汤也别浪费了 那我就端出去 因为张伟仲的母亲 与妻子 还要为客人炒菜 我们只与张伟仲一起品尝开华青丝的美味 这个肉 全部都是绿色的 是吧 你看这个青丝 为什么它这肉都是绿色的呢 这个青丝一般是 是合理的 青苔的 绿色 我觉得这个可能吃起来更原生苔一些 这个是青木的 青木的 青 平眼还没木的 吃这个是对眼睛好的 如果再能加点汤汁的话 能够把这个大葱 蒜 辣椒 还有紫苏的味道 全部都融到这个香蕉的壳里面去 不仅能吃到它这个很鲜的肉 而且还能够尝到这个很鲜美的汤汁 作为开华传统的水产品 青丝的肉质鲜嫩可口 营养丰富 素有盘中明珠的美誉 青丝虽然各小 但味道独特 一顿饭里 要是有了青丝吸水 便可吃的有滋有味 心情也会变得悠闲自在 没有良好的生态 没有良好的水 长不出来的青丝的 还是得有一个好的环境 才能够有这个青丝 是吧 那像现在的话 大家就是对于这个河水的保护意识 也是有慢慢的在增强 它尝到这个吃青丝 吃小鱼 这种甜头的嘛 看农家乐的甜头的 它可能保护这个意识 也逐渐增强 赚到钱了嘛 赚到钱了 您家这个农家乐 每年大概能挣多少钱 40万左右 一年40万 那跟村里其他人比起来 您这个收入算一个什么水平 我算中上去 据张伟中介绍 每年的七八月份 是钱江源旅游的旺季 在旺季的时候 他的农家乐 每天要接待一百多人 家里住宿的房间也都会住满 保护源头水 里央田村人 已经从中得到了 实实在在的回报 沿袭百年的杀猪济鱼 究竟是怎样一条村贵米约 如果有人在这儿捧鱼 要不要把自己家里的猪拿出来 给它吊掉 为保护生态环境 村里还有哪些新的军葱 那整个中端的河道 那叫双华 有半分的河道 都装上了清空气 远方的家 百集系列特别节目 江河万里行 第269集 一江清水初开化 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 江河万里行设置组 继续在秦唐江流域 浙江省开化县的行程 我们设置组来到了 长虹乡西坑村 这里是群山环抱绿树成荫 而且在我身边 能够看到大片的油菜籽 山间里面出来的清涉泉水 就从田间流淌而过 听当地人说 在这里有一个 有关于保护生态资源的 村规明约 那这个村规明约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到村里去了解一下 西坑村是一个以农业种植为主的传统村落 90多户人家沿着山谷种一条西流 逐鹤的居 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 村里正要举行一年一度的净鱼节活动 为了这次活动 村里出资沙里头猪 据了解 沙猪与净鱼节 以及村里的村规明约 都有着重要联系 为了详细地了解西坑村的净鱼节活动 我们邀请长虹乡文化站的邱家伟 担任我们的向导 净鱼节是我们这个村一个传统 一千多年来他们每年都进行这种活动 那为什么要举行这个净鱼节呢 因为鱼这个水好鱼才好 看见好鱼肯定有好水 那比如我们这里这个野生石斑鱼没好水是不能生的 那大家怎么去举行这个净鱼节呢 净鱼节呢 他们一个是进行每年一度的念这个祭文 祭文就是一种规章制度 叫大家不能轻易的去妨碍鱼 去读鱼啊什么是绝对不允许的 另外呢 经过这个祭祀活动以后呢 要发个猪 每家每户都分猪入 哦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鱼是不允许被捕捞的 西坑村生长的石斑鱼 是淡水石斑鱼的一种 成鱼的体表略带黄色 曲杆两侧各有八条黑纹 是其外形最显著的特点 西坑村进捕野生石斑鱼的风俗源自明代 据说每当村民的四肢有烂窗未浴时 它们就会把换处进入溪水中 通过石斑鱼对伤口的着实 烂窗很快就能痊愈 正因此村民视石斑鱼为神鱼 并形成了禁止捕捞石斑鱼的村规民约 在每年的开春之后 村里会出资购买一头猪 通过分猪肉的形式 以猪肉为信物 让村民自觉遵守禁鱼的约定 后来为了表示对鱼神的敬祝 在杀猪禁鱼的村规民约的基础上 逐渐发展成为现在的敬鱼节 敬鱼节活动开始后 第一项流程就是前往溪流的上游取水 用于祭祀 整个过程必须敲鼓奏乐 以示隆重 这条溪就是横穿整个村子是吧 这个村子整个村子 它本身叫西跟喜 你看后面好多人 大家都是村里的村民吗 都是 看到的 是啊 我觉得这边就好像是在办喜事一样 他们每天就好像办喜 因为鱼的他们心里很敬畏 敬佩 敬动 而且你看在这河里是能看到有好多的鱼的 野生石斑鱼是很多很多的 都是石斑鱼啊 都是石斑鱼 它这个石斑鱼呢 有大有小 你看这边 石斑鱼营养丰富 肉质细嫩洁白 属于低脂肪高蛋白的优质食用鱼 由于野生石斑鱼对水质要求很高 再加上人类的捕捞 现在已经很少有河流能够看到野生的石斑鱼 在西坑村的溪流中 能够看到成群的野生石斑鱼 正是村民通过杀猪禁鱼的村规迷约 保护水质的结果 跟随祭祀的队伍来到村头的一段溪流边 这里就是取水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 大家平时生活上喝的这些水 或者说做菜烧饭用的水是从哪取的 就是这个水 就是这河里的水 在自己家门口就能取了是吧 那在这个取水的话是得怎么取呢 那取这个清水 那这个水不能取 要用水桶取最清澈的水 一点污染都没有的 一点污染都没有的 行 那您先取这个水 那我先取 好 取最干净的水 用来敬献给鱼神 是人对鱼神表达敬重的一种方式 我能尝尝这个水吗 可以 来 来这尝尝这个水 这水温我觉得也是刚刚好啊 这水温就是从山里面流出来的 你看这个水真的太干净了 这个水它是灯暖夏脸的 哇 很干净 这个水 我觉得真的就是比我们买过来的那个矿泉水的味道还要好 对 这个水应该是 肯定是没有污染的 大家平时 那平时您大家要用它做菜烧饭的话 还会过滤一下再用吗 不用 不需要过滤 持过来直接用就可以了 是吧 取水之后 人们还要隆重的将水抬回活动的现场 当天宰杀的猪头也要用于祭祀 回到祭祀现场后 取回来的水倒入一个事先准备好的木盘中 祭祀所用的鱼 是由三个小孩子手捧着进入现场的 你几岁了 11岁 11岁 你几岁了 6岁 你几岁了 你们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拿着这个鱼缸吗 你知道你为什么要拿这个鱼缸吗 知道吗 不知道 小妹妹你知道你为什么要拿着这个鱼缸吗 也不知道 你知道吗 那你们拿的这个是什么鱼你认识吗 这是什么鱼啊 18鱼 十斑鱼 这个鱼是从哪来的 何力来的 虽然小孩子对整个活动不太了解 但当地人就是希望小孩子参与其中 耳濡目染 让杀猪禁鱼的村规女约 禁鱼节的喜俗能够在村里代代传承 祭司开始后 整个仪式很隆重 每个环节和细节 祭司者都是一丝不苟的对待 隆重的祭司仪式既是人们对鱼神的尊重 更体现了人们对家园的热爱 对大自然的敬重 祭司结束后 还要宣读禁鱼文 禁鱼文的内容其实就是杀猪禁鱼的规则和处罚方式 如果有人在这捕鱼的话 会怎么去惩罚他 就是这个意思 是哪一句 您跟我们说说 最后就是这里 这句是吧 无知之辈 抬出家猪 杀其在子 一尽于神 愚民封强 一事就办 历史规约 杀猪禁鱼 如果有人在这捕鱼 要把自己家里的猪拿出来杀掉 给大家全村人一起来分这个猪 那在这个地方就这么多年了 大家都能够去遵守这样的一个民约吗 能看 现在我们是大家都 不管我们称联的领导干部也管理也好 老百姓都自觉的帮忙管理 就大家也很自觉的去遵守 也有一个相互监督 对 敬鱼文宣读完毕后 在分发猪肉之前 人们还要敲锣打鼓 隆重地将鱼放归河中 这么多的这个鱼生活在这水里面 不担心这些鱼会污染到这儿的水吗 不会 这个鱼它不是其他鱼 它水色特好 它就生长 而且鱼越多 水越干净 鱼水越干净 鱼就越多 它们会自然调节 祭祀仪式结束后 村民就可以去领取 属于自己的那份猪肉了 这一块有多重啊 这一块有七八斤啊 我颠颠 还挺重的呀 七八斤有的 那每个人都是分这么多 不是按银河的吧 是按什么人 按银河 银河吧 你家有六个人就三斤啊 六个人三斤 按照规定 每次分肉时 每个人只能分到半斤的猪肉 然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已经不在乎所分猪肉的多少 重要的是 通过领取猪肉 表示人们愿意遵守自己的承诺 以前我当大代书居的时候 我也是一个杀猪的 以前年年轻的时候 就是这个工作 是吧 那这猪肉都是每家每户 都能领得到 现在我看这河里的鱼特别多 88岁的汪德冲老人 是一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 退伍回家后 曾经担任过村支术的职务 他一直都非常支持 杀猪禁鱼的村规迷运 不过在20世纪末期 因为种种原因 杀猪禁鱼的习俗 曾经终断过几十年的时间 溪水中的石瓣鱼 也几乎绝迹 后来村里人经过商议 在2004年的时候 恢复了杀猪禁鱼的村规迷运 您家是住哪儿的 住在上面的 也是过来领这个猪肉 那您家会吃这个鱼吗 您家吃鱼吗 绝对不会吃这个鱼 这个鱼不会吃 会去买鱼吗 买鱼要吃 那个草鱼 那个鱼 都是买草鱼和买鱼 从2004年至今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成群的野生石斑鱼 再次回归村里的溪流中 人鱼同乐 已经成为西坑村 一道靓丽的风景 然而 由于野生石斑鱼价值高 虽然西坑村的村民 都能遵守约定 但难免有一些外乡人 会前来偷鱼 为此 村里成立了 河道自治管理委员会 与相当一起 我们找到了河道管理的负责人 程顺斌 村里人称他为河掌 这河掌是什么意思 河掌就是 管理河道的卫生 和管理河道的鱼 除了河掌每天巡逻 以及村民监督之外 村里还安装了摄像头 对村子里的河道 进行24小时监控 监控器 在哪里 我这个 我这个房子 大门有一个 您这自家这上面就有 对对对 这就有一个 在底下那里有一个 在这里有一个 在上面那里也有一个 那里有一个 我们整个村上的河道 现在包括外面的河道 都装上来监控器 监控设备是村里出资 在2009年购买的 作为河掌的成顺兵 会定期查看 所有的监控画面 看这边是那个 监控视频的画面是吧 对对对 这个是哪个地方 这个就是我们的下雨 冲壳 这个呢 这个是我们的冲壳 上雨的 这是咱停车的 这个停车的地方 这个呢 这个就是我们 上雨的一个地方 上雨的 这个呢 这个是我家的门壳 那这套系统装了之后 有没有发现这个外地来 发现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 一个刚好 我这个他们 被电停过来 刚好准备下河 我们今天才被发现 我们就赶过去了 赶过去以后 结果雨 他就没没 刚好下来准备扑 我们就找到他 就不要搞 给他制止了 就制止 西坑村的村民一旦违规 就会按照村规严格处理 外村人一旦被发现 就会交给相关部门 根据情节的轻重 进行处罚 据了解 西坑村杀猪禁渝的村规迷约 已经在其他村庄得到推广 此外 作为秦塘江源头的所在地 开华县的15个乡镇办事处 也都将实施 全年全境禁渝制度 以确保 秦塘江源头的水质 得到更好的保护 我叫张卫中 我是秦塘江源头第一村 李阳田村村称名 我希望我们源头的山 更绿 水更清 同时希望 我的农家乐 经营得越来越红火 为了实现我的愿望 我会加倍努力地 保护我的生态家园 远方的家江河万里形式律送 继续在秦塘江流域 浙江省开华县的形成 清代最名贵的纸张 开华纸究竟有何神奇之处 探寻开华纸制造工艺 了解独一无二的造质工序 用运动呼吁环保 看一个户外爱好者 如何追寻环保梦想 远方的家百集系列特别节目 江河万里形 第270集 神奇开华纸 梦在前江源 敬请收看 法律